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个Archados 线道入阁的这个建筑café的直播间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明 然后旁边的这一位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上一次我们的直播 他就已经出现过了 这是我们的这个ChapGVT的满级玩家 一博 欢迎一博 哈喽大家好 既然大家看到一博 想必应该知道 今天可能要聊什么内容 那肯定是和人工智能 虚拟空间 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联系 所以这个一博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聊的呢 就是元宇宙前往真相 探索未来西地呢 还是寻觅世纪骗局的 这样的一个主题 之后我们也邀请到了Multiverse Reality团队技术的负责人 王宗贯老师 哈喽哈喽 哈喽大家好 这个宗贯老师 你这个本科是这个 东南大学建筑学的学士吗 然后你研究生又去了 美国这个press的艺术学院 就读了这个 也是读了这个建筑学的这个硕士 我比较好奇的是什么原因 或者是什么因缘忌讳会 会让你这个忽然就 就是从这个建筑 比较纯粹的这个建筑学 然后转到这个虚拟空间去发展 其实我也是一个 属于说是不断慢慢的去转行的 这样一个过程的 我其实在本科的时候 东南大学的时候 我们那边是有一个一门课吗 就是做那种参数化的方案生成 我当时又报了这门课 其实也就算是给我编程做了一个启蒙 其实当时就会觉得 你通过一些程序去生成一些东西 它其实是相对来讲 更有逻辑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从这个开始 我其实就对这个编程就会比较感兴趣 然后后来的话 然后去了Pratt美国这边的话 有些学校是比较先锋的 他们就会在研究上 他们就会着重去讨论 比如说像AR VR 然后建筑投影 包括像机械臂这种 相对比较前沿一点的学科交叉 然后我其实当时也接触了一些相应的一些知识 然后后面的话 我也是先在我们老师 也就是Pratt的研究生的head 他那边去做 在他那边去做技术相关的一些事情 然后后面就转去了美国的AECOM 然后做的是Beam的支持 以及一些财数化的一些编程 包括一些数据的处理这个方向 然后后来回国我就带了一个团队 基本上都是研发工程师 然后主要就是做设计软件的一些编程 所以说我也是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就是从最开始的一个设计 到后面的我们怎么样去用软件去助力这个产业 然后再到后面 我就完全的想要去脱离这个建筑领域 就是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 对 我本身也对VR还有元宇宙这方面就非常有兴趣 真是越听越兴奋 让我们让中国老师赶快来分享一下吧 好 那我们就赶紧让这个中国老师开始分享 他今天想要聊的这个元宇宙 好 那我来共享一下我的这个 可以看到吗 可以的 其实我今天主要也喜欢讨论一下元宇宙 它究竟是未来的一个棲地 还是所谓的一个世纪骗局 之所以这样说 就是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 可能大部分人知道元宇宙这个概念 可能就是从Facebook 它改名为Meta开始说起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已经两年了 当时元宇宙这个概念被炒得非常非常的火热 然后很多人都会在想 元宇宙是什么 然后过来看 然后但是两年过去了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Facebook的它的股价也跌了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图 其实就是Facebook从改了名以后 它的股价就一直在下跌 虽然跟美联储的这个加息是有关系的 但是总的来说 还是大家也是对这个事情不是特别的认可 所以说Facebook它有一个All-In Metaverse 然后它带起了泡沫 然后随着它的股价下跌 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骗局 所以说我们就想着动的讨论一下 所谓的元宇宙它到底是什么 然后它究竟是不是一个骗局 它究竟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 对所以说什么是元宇宙 一博他用过ChatGPT 我就是用ChatGPT我去问了一下 什么是元宇宙 ChatGPT说它其实更多的就是我创造很多 很多个虚拟世界 然后虚拟世界它有一套自己的物理规则 然后它们可以通过网络去联系在一起 然后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虚拟宇宙 然后同时在区块链的话它是需要有区块链作为它的一个底层架构的 然后但总的来说就是它相当于是物理世界的一个延伸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但它把很多的环境给结合在了一起 然后形成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宇宙系统 当然这个其实听上去还是比较宽放 大家可能也还是不太懂 对所以说我这边呢 我是会觉得它其实更像是一个篮子 它会把很多很多的一些技术啊 一些想法啊 包括一些哲学啊给装进去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回顾一下这个历史 我之所以要回顾这个历史 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建筑啊 包括艺术啊 其实对对所谓的元宇宙啊 包括AR VR这方面的一个启发 其实是很有前瞻性的 其实在1966年吧 这个walking city可能学建筑的人 很多都见过这张图 它其实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学派 叫做电讯派嘛 它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你的这个城市 你的这个城市 它其实也是一个有机体 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是可以比如说跟着你去去走啊 然后它的空间是可以变化的 然后1968年 这个house worker corporation 它其实是一个艺术组织嘛 他们当时做了一个装置艺术 就是叫做mind explainer 就是它的意思就是你的思维的一个发散 就是它带了一个类似于头盔的一样东西 这头盔里面可能装的是一些水啊 或者装的是不同颜色的面罩啊 或者装的是一些气体啊 那么它就会给你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体验 就是你虽然身处在一个相同的物理空间 但是你得到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说你看到这个面罩 你会想到 这不就是跟我们现在戴的这个VR眼镜 其实很相似嘛 对 其实它的概念就是非常非常的类似 就是它想达到的这个目的 这个启发性 其实就跟我们现在VR想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其实它归根到底 就是我们学建筑嘛 它其实它的核心就是空间 你对空间的研究 那他们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物理空间 就是那么物理空间跟我们自己建的一个虚拟的空间 那么它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 我们能不能通过什么方式去达到一种更违心的一个目的 或者说是让这个物理空间做到一些变化 那么其实在这个想法的衍生下呢 就后面就又出了很多 针对这个的一些想法 包括一些哲学观念 包括一些作品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后面很多人就把这个跟技术结合起来 因为技术在发展 很多人就其实对新技术就有了一些想象 那么就是比较著名的 就是1984年出版的这个《神经漫游者》 那我们很清楚 它是一个赛博朋克的一个B组嘛 然后1992年《雪崩》这本书出现的时候 它其实就带来了元宇宙的这个概念 在这个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了什么所谓的赛博朋克 赛博空间这个概念 就是它是会有一个独立于物理空间以外的一个虚拟空间 那么其实直到《雪崩》这本书出现 《元宇宙》才是作为一个专有名字出现 然后它在里面就想象了一个虚拟空间 然后在这个虚拟空间 它可以做到所有物理空间能够做到的事情 对 然后再到后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发展就从所谓的艺术作品 以及书籍就开始变成了游戏以及影视作品 然后可以看到1999年的《黑客帝国》 包括2018年的《头号玩家》 还有2011年的《黑镜》 它其实都有描写 就是其实对未来元宇宙的这个空间的一个想象 那么《黑客帝国》很明显 就是你直接装了一个脑机接口 你直接就进入到那个虚拟世界里面来了 它其实也是一种元宇宙空间 然后游戏对于游戏来说 2003年当时出了一个叫做第二人生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 但是我小时候是玩过 当时其实还是挺酷的一个概念 就是有点类似于大家在线上玩一个模拟人生 这种概念 有点像Sims 对 有点像Sims 但是它就是做的更庞大 而且在里面当时是有人真的在里面赚钱的 其实就是一个虚拟系统的一个雏形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它随着技术的发展 就是之前的一些想法已经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现实 就像我们现在的VR眼镜 其实就跟1968年的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相似了 那么我们在未来的话 那么随时技术的发展 那我们这个元宇宙的所谓的这个形态 它会不会还会再继续发展变化呢 那我们也是在拭目以待 那么其实提到这个呢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就是黑客帝国嘛 特别有感觉 因为研究生的时候 其实也稍微研究了一下黑客帝国的这个具体的这个 到底他在聊的是什么内容 我这边有一个简单的问题 就是像这种黑客帝国 他虽然是他虽然演出的方式是以一种 直接在这个后面插了一个东西 然后人就进到那个虚拟空间嘛 但是其实很多人一开始他并不知道 他就身处在这个虚拟空间里面 就加上现在这种所谓的元宇宙啊 这种虚拟世界他做的越来越真实 然后感觉好像已经有一些人他已经开始混淆 他不知道他其实不知道 就像现在我们坐在这里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坐在这个地 这个虚拟空间里面 还是我们其实是在真实的空间里面 然后已经开始有点混淆了 所以对于这样的这种混淆啊 或者是虚实之间的这种关系 你有什么想法吗 就你自己在操作这些东西的时候 这个其实就是当任何技术发展的时候 他都会带来一定的哲学思辨嘛 其实我觉得黑客帝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所谓的哲学思辨 他其实跟就是一博上之前说那个chatGVTP 他的情况其实类似的 就是比如说当你有一个人工智能的 那你怎么证明这个人工智能 他是否自我产生了意识 然后你就像这个matrix 你如何证明自己处在一个虚拟的空间 其实我高中时候觉得人家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你后来发现 其实如果技术真的增长到一点程度的话 你其实证明不了的 你只能证明你自己这个本身存在的这个意义 就是你只能证明你本身是一个智慧体 你不是一个AI 然后你本身处在一个那个所谓的世界里面 然后你能证明你本身不是电脑程序 你只能是证明这一点 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个虚拟现实呢 包括元宇宙这个概念呢 其实我个人其实是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 就是因为当任何技术在发展的时候 肯定是有些人去拥抱它 然后有些人去反对它 其实它也的确有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隐患 但是这个其实也是在看我们是怎么样去利用它 怎么样去选择 就像一把刀它就可以去杀人 它也可以去做菜一样的 再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还是人工智能 其实当时就有这样一个讨论 就是说假如我生产一个人工智能 然后它可以动用地球的一些资源 然后我只给它一个命令 就让它去打印一张纸 打印纸打印越多越好 那么它如果人工智能这样去执行的话 那么它很有可能就会毁灭全人类 因为它是可以调用地球全部资源的 然后它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去生产纸 然后它就会把地球所有的资源都会聚集起来 然后它会觉得你人类在占用资源 它都会把人类消灭掉 在它来说人类的存在与否 其实跟它是没有关系的 它只在乎它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说当一个程序是这样存在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事情 然后其实对我们来说更主观的是 我们如何去用这样一个工具 对我们不要给它下答印纸的命令就好了 然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也都可以在直播间留言 我们如果看到的话 我们都会挑选几些问题出来 然后来询问总管老师 好 那我们就继续 好 那么其实就是涉及到技术的话 我之前就说了嘛 元宇宙其实更多的对我来说是一个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篮子 它里面装了很多很多的技术 然后可能这些技术之前在每个自己的领域 它都有一定的发展 然后呢 但是现在通过元宇宙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 以一种产品的这个方式去呈现出来 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一般涉及到技术 的话我们都有一个名字叫做一个技术的增长曲线 就是很多时候它吹的很厉害 其实是个泡沫 然后后面泡沫就会爆掉 爆掉了以后就大家都不关注它了 但是其实这个行业还是在慢慢的发展的 然后直到后面它慢慢的用起来 然后可以被大众所接受 然后真正的去提高生产力 其实2000年那个互联网泡沫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类似的一个状态 它其实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可能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元宇宙 其实它也是一个处在一个比较前期的一个状态 我后面会稍微介绍一下它的一些相关技术 然后以及这些技术的一些发展的维度 其实它所涉及到的一些技术 其实很多都是处于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 就包括AR VR 它其实我们知道AR VR也透显很好看 但我们会觉得带着它很不舒服 那么它其实就是处在一个前期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阶段 就是它可能还没有达到真正能改变你生产力 改变你的一个体验的一个程度 但是这个技术还是一直在进步的 对 然后尤其当区块链出现了以后 就是我们又出了一个词叫做web3 就是从web3的一些应用变成了 从web2的一些应用变成了web3的这些应用 其实这些也是构成元宇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么我们可以看 这些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元宇宙的一些技术 首先它肯定是 最后应该是一个就是类似于虚拟空间去呈现出来的 那么虚拟空间它更多的需要底层的一个渲染的一个支持 所以说我们一般是需要一个3D引擎的 那么现在比较多的就是Unity Unreal 大家可能也看到Unreal最近出的一些宣传片 就黑客帝国最新的游戏式玩 它其实就是已经做的已经非常真实了 包括在电影特效里面 其实所谓的3D技术其实已经做的非常好了 然后像Roblox Studio像英伟达最近出的Omniverse 其实都是归于这个3D底层的 就是它是研究这个3D成像 就是怎么样让我这个画面变得更真实 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底层 那么XR其实就是AR VR或者MR 就是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和混合现实 MR是介于AR和VR之间的 然后AR我们可能大家知道拿个手机 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在你的这个桌子上 然后VR就是你戴着一个头显 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 那么它其实想要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个沉浸感 它是从不同的方面 那VR它可能就是一个完全虚拟的世界 然后它给你带来的是全方位360度的 这样一个沉浸的感 沉浸的感觉 然后AR可能就是你拿着手机 AR和MR可能就是你拿着手机 或者你戴着头显 然后你能跟这个环境去达到一个交互的一个作用 就是虚拟环境跟真实世界 跟真实的环境相结合 它其实是做这样一个前端的交互的 所以说这些其实是跟硬件关系是比较大的 其实像AR VR前接年也是风口比较大 然后很多人在吹这个事 但是就是也是因为硬件一直都没跟上去 但是未来总有一天 它其实会达到一个比较 让我们很多人满意的一个状态的 然后区块链 这个很多人提元宇宙的话 他们都会忽略到这个区块链 其实区块链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甚至我觉得就是21年之所以元宇宙能够爆发 其实很大的原因 也是因为区块链提供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主力 那么我觉得它解决的是一个底层的一个经济系统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既然要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 那么你需要在底层的经济 你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经济系统 那么区块链是给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方式 那么等会我可能也会继续的深入去讲一下这个区块链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我有一个账户 你可以理解为我有一个微信的账户 然后这个微信账户我里面可能存放了我的钱 存放了我的画 存放了我的一些物品 那么我这些物品它可以放在不同的软件上去用 那比如说我写了一篇文章 那么我可以把这篇文章发在小红书上 我也可以把这篇文章发在b站上 我可以把这篇文章发在微信的公众号上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我只不过通过一个底层的架构 我来保证这篇文章是直属于我 别人是删不掉的 对其实是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AI的话 就是像一博之前说的 ChatGDP 然后Stable Diffusion My Journey 其实我对它来说 我觉得它其实是更多的是一个内容的引擎 它其实是构建我们虚拟世界的一个内容的 就比如说如果未来可能再过不久 可能没准就会有3D的模型的AI生成了 那么我可以说一句话 它就可以生成一个3D模型 那么我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去构建这样一个虚拟的空间 再包括现在 已经有人去把这个ChatGDP给整合到这个游戏里面去了 就是你问NPC一些问题 然后NPC就可以通过ChatGDP去进行回答 其实这就是它去提供一个普通人没法去提供的这样一个内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 然后再比如说AI可以达到那种 那个技艺学系人工的那个视觉的 怎么说就是可以达到一些视觉的一些识别之类的 这些其实也是比较有用处的 除了这几个比较大的方面 还有一些比较小的 就比如说云计算 大数据5G 它其实也算是一些技术设施 然后包括我们建筑经常会说的这个BIM和IoT 它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几个点 然后再比如说可能建筑也会涉及到那个GIS 就是地理信息系统 还有LBS就是那个位置的这个信息的服务 就相当于我们使用版的地图这种感觉 它其实都是一个 把真实世界跟虚拟世界串联起来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 所以说 刚刚曾光老师提到了BIM这个词 BIM因为我也是建筑学 我就对BIM的了解 可能就是这是一个 对 就是一个从建筑没有建成的时候 开始设计的时候 之后一直到建筑最后设计完成 落地之后到管理的一个整个的信息的一个集合体 就像一个大超市一样 把所有的建筑相关的信息都容纳下来了 之后咱们的元宇宙 其实我感觉也是像一个大超市一样 因为里面集成了 比如说咱们的ARVR之后 还有各种的小零碎东西都在一起 它们都是作为这种像信息的集合体一样的东西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从建筑的角度来讲 就是我单纯从建筑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元宇宙可能更像是它后面的一个 针对建筑的一个应用 然后如果从元宇宙角度来讲 那么建筑这个Beam 它其实是元宇宙里面的一部分 这个看你怎么样去想 但是就是Beam这个系统 也是比较类似的一个事情 就是它本质上来讲 就是一个信息 就像你说的是一个信息的集合体 其实在我理解 就是像你像Beam 它叫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建筑信息模型 其实很多人他会觉得 它是一个3D的模型 上面带了信息 比如说我这个构件上面 我存了一些信息 比如说这个防火 防火几个小时 对吧 那其实对我来说 它更多的 其实它是一个信息的模型 只不过它带了一些3D的一些信息 就是它本质上是信息的一个流转 那么比如说我从前面的一个施工 前面的一个设计 到后面的一个施工 它本质上是一个信息的一个传递 那么我保证我在设计里面的一些信息 那么施工也能达到 然后我设计里面制定的一些计划 那么我施工能够按照这个设计去进行 那么它其实在我看来 它其实是在整个建筑领域 Beam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于高速公路 一个技术设施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它是很多问题 很多方向的一个中间点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参数化 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插件的一些开发 那么其实你如果用过Ribbit 或者用Archicad 它都有这个足的这个概念 就原理是我们CD里面这个块 那么你在这里面 你去做这样一个组 或者做这样一个块的时候 就是它是可以选择一些参数 然后去控制这些块的形态的 比如说我做一个柱子 那么我可以控制它的长宽和高 对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参数 比如说用参数化 用代码的方式去进行画图 然后它其实就是相当于 我参数化 是去改变信息 Beam模型里面的这个信息 然后从而改变它的这个3D的形态 然后再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些时间的信息 比如说造价的一些信息 然后我做了开发了一个程序 然后我去对这个作为一个控制 其实本质上也是对这个模型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流传 对吧 那么元宇宙其实它相对来讲 是处于这个施工的一个后端 其实你像什么智慧建筑 像什么智慧城市 数字乱生 其实它都是属于范元宇宙的一部分 其实在我看来也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它是真正的和实际结合的 所谓的一个叙事结合的一个概念 那么其实在于这个 其实你像他们可能更多就涉及到后端的一个运维了 就是当你这个建筑已经建好了 那么我们后面怎么去维护它 我们怎么样去控制它 那么其实就是涉及到了这样一个所谓的元宇宙应用的这样一个概念 对 好的好的 你懂了 懂了 对 Beam可能就是前期的一些 对之后元宇宙可能是Beam的后期的运维或者是应用之类的这样 对对 之后还有一个小问题 总管老师 就是您刚刚提到了 比如说元宇宙之前要有这些Unicia或者是UE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底层架构的软件 但是身为一个传统的建筑师可能我们关注的是CD,Sketchup 可能还会有Renor之后REIT这样的一些建筑行的软件 那么这些偏向于CG的这样的一些软件会不会对我们这种传统的建筑师学习成本过于庞大或者说是很复杂呢 对 会有一些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跟上这个潮流这个时代的话可能还是要稍微学一学的 就是你可能不懂代码你可能不愿意去学这个编程也没关系 那你就是至少你要懂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让我就是就像我之前说的这个Beam的这个概念 就是你更多的是把你创造一个什么东西 它下面其实都要有这个信息 然后这个信息是怎么样去做一个流转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很多人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比如说我学Guesthopper 那本质上我就是去改变这个信息 然后去生成一个比较比较厉害的那种参数化的形体 对吧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用的比如说SketchUp或者说CAD 其实它对这个方面是比较弱化的 就是可能大家要去学一学 就是比如说Revit或者是Reno这种 它其实在未来的话 它的应用可能还是会更更广一些的 对 好 那我们就继续 那么其实刚刚就说了 就是我觉得月宇宙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 它其实就是一个虚实的一个结合 那么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虚拟呢 然后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那真实跟虚拟混在一起 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事 但是我可能觉得就是元宇宙可能越往后 它其实跟现实社会可能结合的 其实会更密切一些 对 所以说我会觉得比如说像智慧城市这种 其实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应用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虚拟空间它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呢 就是它能够一般是能做一些实际空间做不到的一些事 比如说我可以打一个枪 然后直接出一个粒子特效 然后就是有火花 或者说我直接手一张 然后它就会能产生一些焰火 像这种就是在真实世界中达不到的 那么比如说你像智慧 微领的智慧平台 它其实就是通过你虚拟的一个东西 然后去控制真实的一个建筑 所以说我这边其实也提供了不同这些APP 它其实达到的也是不同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像这个Special 它其实就是做的是一个线上的测展空间的一个概念 然后像这个Descentral Line 它其实更侧重的是区块链 然后我的一个虚拟经济的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你像这个 就是可能之前Google 还是三星出的一个概念图 就是你在一个虚拟虚拟现场办公的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你可以看包括这个 就是之前很火的一个叫做Hyper Reality的一个视频 就是是AR的一个概念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所谓的从虚拟到现实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维度 比如说这个就完全是跟真实没什么关系了 然后这个就可能我是想要去模拟真实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像这个那个智慧智慧建筑 那它可能就是非常的跟真实结合的非常密切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说不同的不同的虚实结合 那其实它也是元宇宙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一个部分 但是我觉得它未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 就是这个虚拟世界 其实它是能够复利 一个能够赋能真实世界的 就是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去建立一个医院 那么这个医院里面它它是有很多医生 然后有很多的设备 那我一般现在是需要一个软件去管理它 去管理这些医生 管理这些设备 管理这些病例 管理这些数据 那么我能不能做一个软件 然后这个软件 它既可以显示我那个虚拟空间什么样的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建筑长什么样 然后呢 它又能去控制一些 比如说电梯的开关 比如说灯的开关 比如说设备的状态 然后比如说人的一些 比如说人的一些流动 其实它都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些真实的空间 达不到的一些东西 然后去把它呈现出来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元宇宙的一个概念 再比如说那现在很多人在提的那个所谓的公务元宇宙 就是我们把很多政府的这些工作都给转移到这个线上 那么我们做一个线上的一个虚拟空间 然后在里面可以完全那个去去跟去现场做一样的事 再比如说我们现在这边就是模拟我们日常的上班 但是我们在家办公 其实它都是一个去跟真实去结合的一个事情 而且它能够真正的给现实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价值 其实这也是元宇宙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再比如说这个hyper reality 然后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个真的能实现的话 那么它现在可能这边显示的是一些信息 那么实际上呢 它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交互 比如说我点一下这个虚拟的按钮 然后它这边就可以去帮助我去做一些事 其实这也是元宇宙所谓的虚拟空间 能够帮助人们去做一些现实生活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然后这个才是元宇宙的所谓的价值 对 对然后我这边也是属于自己也有时间在创业 然后在做这样一个虚拟的一个元宇宙的一个现场平台 其实我的一个想法呢 因为我是建筑出身的嘛 所以我会觉得地理信息 就是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嘛 所以说我会觉得GIS可能是我们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会觉得我这个软件一打开 它其实类似于一个百度地图一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它可能显示的不是你身边的一些商店或者餐馆 它可能显示的是你身边的一些元宇宙的一些空间 然后你点进去 你如果在VR偷显或者是你用手机的话 你用电脑的话 你就可以去做这样一个有线上空间的游览 然后你如果用手机用MR的话 你就可以去用AR去做一些事情 就类似于宝可梦够对 其实我觉得 但是它核心呢 就是你是基于一个真实的地理位置 对 然后 然后同样我也做了一些其他的尝试 就是比如说NFT 然后我之前这些也是我用AIGC去生成的一些图片 然后这些图片其实对应的就是我在软件里面的一个个的建筑的ID 那么我就可以把它生产到区块链上去做一个发售 其实就所谓的什么卖楼卖地啊这种 这也是做的一个尝试吧 然后我还做过这种那个AGC或AIGC 就是Algorithm Generated Content 或者是那个AI Generated Content 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是用算法去生成 就像类似于我们Grathhopper的一个参数化嘛 就是我给了一个人 然后我通过对这个人的一些关键点的一些提取 然后最后生成了一个这个机甲 那他可能是你前期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算法 那么AIGC呢可能是一个比较不太不太一样的一个逻辑嘛 就是他直接输入一个输入一行字 然后他可以通过那个对于你这个风格的一个学习 去生成这样一个模型 对所以说我大家可以看到 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就是已经可以比较快速的去生成一些一些虚拟资产 就是所谓的生产这个游戏内容了 那么其实未来的话AIGC包括AGC 其实在未来他其实就能在生产力方面 能够有个更大的一个提高 你刚才提到了这个NFT NFT也是就是这两年比较火的一个东西 然后大家可能都在炒这个东西 有点对就是就比较好奇的是 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挺好奇的 就是他究竟他的运作方式是什么 因为按照我们这种比较偏可能常规或比较现实一点的思维 把东西放在虚拟的空间里面 他可能会不见吧 对 那他这个总会作为一个永久之产 怎么会卖得出去 对或者是卖得出去 这是一个比较 让人好奇的地方 就有点像几年前的这个比特币 也是一个类似的一个感觉 就是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 然后其实NFT这个刚才在区块链的时候 我并没有细说 然后其实在这里面就可以稍微详细的说一说 其实区块链它的本质就是 最简单那个例子 比如说我想转给你一笔钱 那么我可能要通过支付宝 或者我要通过银行 那么银行或者支付宝 它都是第三方的一个机构 那么假如说银行关门了 或者银行贷款跑路了 带着这个钱跑路了 虽然几率很小 但是还是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再比如说支付宝 它可能倒闭了 那么你这个钱就可能 就要么要不回来了 要么就是 就它这个转账可能不真实了 那么其实区块链 它所完成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把我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能够证明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 然后我转给你的这个钱是真实的 或者说我传递给你这个信息是真实的 那么如果当我们把转的是一个钱的话 那么它其实对应的就是比特币了 就是我创造了一个Q币 我声明我有Q币 我转给你了500个Q币 对吧 然后区块链能够证明 这个交易是真实的 因为很多人都看着它 然后看着它去看着我给你钱 对吧 它能够证明这个是真实的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比特币的一个逻辑 那么NFT也是类似的 NFT跟比特币的 跟数字货币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是不是可分割的 就是比如说我可以转给你500个Q币 我可以转给你0.01个Q币 对 但是NFT只能是以个为单位的 就是我转给你一个东西 或者我转给你几个东西 但是可能它只是一个就是所谓的 Float跟Int 就是浮点形跟整数形的一个区别 但是实际上它能够代表的一些问题就不一样了 当你是一个整数的时候 那么它可以代表的是你对这个画的所有权 可以是代表着你对这个房产的一个所有权 可以做很多资产的证明 就是它可以按照个来计算的 它可以证明你的一些身份之类的 它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可以理解为区块链这个东西 数字货币这个东西 在向外扩展 就它最开始只是为了所谓的一个什么金融的游戏 但现在呢NFT呢它可能就是有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应用 就是就还是拿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那比如说我用微信账号 我写了一篇文章 那么我可以把这个文章做成NFT 然后保存在我钱包里面 那么我可以把这个NFT放在这个小红书上面去显示 我也可以把它放在这个那个微信公众号上 我也可以把它放在知乎上面 其实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包括我如果做一个游戏 那么我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这样一个装备 有一把剑 那么我在这个RPG里面我可以用这把剑 在其他的RPG里面我也可以用这一把 用这个剑 而且我能保证这个剑是属于我的 是安全的 其实他达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听起来还是挺有意思 对他可能现在确实有些泡沫 然后确实有一些就是所谓的不理性 然后以及就是他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很多个弓链 那么那个不同链之间的那个证明是怎么样去做的 其实还是挺困难的 但是至少是一个前进的一个方向 就我还在说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前期的一个事情 对 那么就我们再讲最后一个吧 就是 元宇宙他能给建筑师带来什么吧 就是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 我们建筑学可能跟其他专业相比呢 就是他的技术方面可能会稍微弱一些 但是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对一些问题的一些思考 就是我们在在设计一个建筑的时候 我们可能更多的其实就是在设计一个IP 比如说我去做一个图书馆 那么这个图书馆说实话 他可能就是这附近 这个普通居民他能看到的一个最好看的一个建筑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吸引到大家 其实这就是一个IP的一个设计 其实我们去做建筑的时候 我们分析这个分析那个分析空间分析动线 分析功能层级 其实本质上来讲 就是把一个社会问题给他分解 分解上很多不同的小问题 然后我们再找一个方法去把它给实现 那么其实当你去做一个圆宇宙 做一个虚拟空间的时候 它的本质上也是一个类似的 那比如说我如果做一个展览的一个圆宇宙 那么其实我可能更多的是设计这样一个IP 我怎么样能让这个圆宇宙去真正吸引到别人 然后我可能通过一些方式 那么这个方式可能就不只是所谓的这个真实的空间了 可能就不只是那个一个墙一个柱子或者玻璃幕墙或者是什么样了 我可能就能就可能用到更多的一些工具了 比如说像多媒体的手段 比如说像一些交互装置 再比如说像像一些动效 像一些特效 甚至一些游戏模式 就是都可以拿过来被我们所用 到我们本质上还是去设计这样一个IP 对这个我觉得是其实是一个第一个方向 那么第二个方向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场景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可能现在一个稍微有劣势的一个状态 就是因为你真正去设计一个虚拟场景的时候 它可能不关注你这个东西能不能造起来了 因为你是一个虚拟空间 就是那些什么墙啊柱啊那些计算啊 我们都不需要了 但是整个虚拟空间的一个创意 我们还是需要的 所以说在未来的话 其实这个本质 尤其是当AIGC在后期可以 就是极大提高生产力了以后 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需要你去展开想象力 就很多时候你可能也不见得 一定要去学什么3D max 去学这个学那个的 但是比如说你用stable diffusion的时候 你就要懂怎么去念这个咒 怎么样去写好的关键词对吧 其实这个可能后面就是一个核心竞争力了 而真的到那种程度的时候 可能建筑师就也不会太差 就也不会所谓的被淘汰了 因为你说白了还是你的一个想象力 还是你对视觉的一个审美吧 我觉得 对像是一种拿着这些新的这些技术去执行 对对对是的 思考还是还是建筑师 还是对 思考是建筑师比较擅长的 对 然后再一个第三个呢 就是我之前提到这个区块链吧 那么我还像我刚才说的嘛 就是你数字货币或者NFT 它本质上可能传递的是一个钱 或者说传递的是一个资产证明 那么其实它也是可以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的 那么其实你像建筑的一些资产的一些管理 包括我们的一些4D5D 就是所谓的时间和造价的一些管理 其实都是可以用区块链的这个技术去解决的 所以说我是希望大家就是多去从这个建筑本身的这个 信息的这个叫信息流转的这个角度出发 然后也可以去想象一下怎么样去结合一些新的一些技术 对比如说Beam本身可能不是特别的一个新的概念了 但是把区块链跟去跟Beam去结合 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概念 而且做的人其实比较少的 然后最后就是数字乱生这个方面 因为我刚才说了 就是元宇宙 我觉得它在中国的最后的一个落地 可能更多的最后就是会偏向所谓的工业元宇宙这个概念 就是你的虚拟空间真正的是和业务去结合起来的 就像我刚才说医院 那么医院的病例 或者是医院的它的设备的管理 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去政府 那么政府怎么样去做这种审批 那么这些东西它是最后是要和元宇宙去结合起来的 其实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你不仅要有一个虚拟空间 然后你同时要把这个虚拟空间去怎么样比较好的和你的这个业务去结合起来 然后所谓的这个叙事共生 然后那其实这个考虑的就不仅仅是建筑从最开始设计到最后建造的一个过程 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到就是建筑建造完以后怎么样给人去使用的这样一个过程了 就是比如说我做这个医院 那么我考虑的就不仅仅是把医院做起来了 更多的是考虑医院做起来了以后 那么人在里面怎么样使用 那么我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元宇宙空间 来去进行管理去进行维护 其实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说我觉得所谓的数字轮生 智慧城市在未来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方向 对大家可以去往这方面去考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图 就是之前马延松在西洋里面做的元宇宙的建筑 它其实可能跟普通的建筑还是比较类似的 但是你如果去到软件里面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些新意的在里面 对然后像这些就是偏元宇宙的一个方向 然后像这个就是shop architect 就是美国纽约的一个事务所叫shop 它设计布鲁克林塔 然后这个就是他做布鲁克林塔的时候 就是它是用ARVR做了一套资产的管理系统 就是它ARVR它其实比较好的就是能够去指导你去施工 就是它相当于是用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去跟设计去结合起来 对然后下面就是一个如何把BIM模型的一个资产去通过区块链的方式进行储存的一个概念 然后右边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AIGC 就之前大家可能都是用GN这个算法 然后去生成这些建筑 但是现在有了Stability Fusion以后 我们可能就是思考问题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 其实我觉得可能再过几年 可能不用太长时间就会有能够改变建筑产业的一个技术了 其实你像现在Stability Fusion它其实已经可以改变2D的产业 以及原画的行业了 那么其实它跟建筑相比其实非常相似了 就是一个生成的是贝图 一个生成的是矢量图 对吧 其实生成矢量图也是很快的 然后在下面就是生成3D模型 它可能通过点云 它也可能是通过食量图去生成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快的 只不过AI它是最近达到了一个可以使用的一个临界点 那么生成3D模型可能在未来也会达到一个临界点 那么更多的比如说XR AR VR 然后包括游戏引擎 它如果再去发展 它也会达到一个临界点 那么这个时候元宇宙对我们来说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非常感谢这个宗冠老师的这个分享 然后一博这边有什么问题想要去了解一下的吗 对提到元宇宙其实最开始流行起来的概念是在疫情之前 对之后经历了居家的几年之后 就是元宇宙会在这种虚拟办公上面 可能这一方面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突飞猛进的地方 就像那个泡沫经济土一样达到了一个顶点 但是随着现在全国的这样的一个放开的这样的一个局势 会不会这样的一个居高的这样的一个点 忽然间瞬间就下去了 对一个滩花一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会不会出现的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我可以这样说 就是你当你真正体验到居家办公 而且把它当作成态常态了以后 其实很难回去了 这首先第一方面 就是因为我当时在20年21年的时候 我还在还在美国 然后当时我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居家办公 然后我甚至居家了将近快两年了吗 后面就是后面有一段时间 就是公司其实已经让大家已经回来工作 但其实没有人回来 因为大家也习惯这种远程办公的一个状态了 就是很多看你看你的工作吧 就是有些工作 它适合远程的话 那么其实就是远程是一种更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式 那么首先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喜欢远程工作 其实它包括所谓的现场展览嘛 那你可以在在家就可以看这个虚拟的展览 那么它其实就是这个需求还是一直会存在的 它不会因为就是所谓的放开了 它就会这个需求就消失了 这是其一 再其二呢 就是我觉得也可以把眼光放的再看 再远一点 就因为当时出Buckman Go的时候 那么很多人 它是一个AR的游戏 那么很多人为了抓这个宠物 它就跑去了公园 它就跑去了一个关键的点 那么其实对它来说 这个手机软件反而去促进了它出门了 对不对 就是有的也不见的 就是一定是让你在虚拟现实虚拟空间里面待着 那比如说我们真正在未来 如果真正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的话 那么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更愿意出门的 因为你去愿意出 你出门以后看到的这个景象跟你在家待着 就完全不一样嘛 在家反而更无聊了 对不对 反而是这些呃 元宇宙啊 虚拟的这些都丰富了未来的生活 对对对 所以这还是一个所谓的虚实空间的一个结合嘛 就我们还是所谓的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空间的一个讨论 对那么如果这个虚拟空间能够助力于我的真实空间的话 那么我也会愿意出来的 对 刚刚提到了这个元宇宙展厅 这边要来跟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们预告一下 我们那个见到诸葛之后也会跟这个 不是之后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跟这个中官老师合作 然后我们会在今年的这个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然后释出这个元宇宙的展厅 现在在这个图里面看到的这样效果图呢 就是我们之后会在威尼斯实际场地里面 也会有一个超大的这个整墙的这个屏幕 然后这个屏幕呢 就是会里面的就是这个元宇宙的展厅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个 去不到现场没关系 也可以在也可以在线上 然后进到这个空间里面去看展 然后元宇宙的展厅跟线下实体展厅展出的内容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会相当于是 以这个元宇宙进行一个展厅的一个拓宽 对对丰富 对然后就是可以让大家这个敬请期待 现在已经在火速制作中 对我相当于是搭建这样平台嘛 提供一些技术的一些支持 然后我们这个平台其实做的就是 让那个大家比较快速的去 去能够把自己的空间给制作成 这样一个元宇宙的一个空间嘛 然后然后去和真实的这个地理去结合起来 然后你用手机或者用电脑打开了以后 就可以去发现身边的一些元宇宙的空间 然后就可以进去了 那么其实对 你如果做这样一个元宇宙先生展厅的话 那么很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如何把这个 虚拟的这个空间打造的 跟真实的这个场景不太一样了 就是你能够体验到 你真实世界体验不到的一个东西 这个其实是比较好玩的一个事情 是的 好 那么就 那么感谢这个宗贵老师今天的这个分享 然后我们这个直播呢 其实今天就已经差不多这边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我们今天没有周边礼物 为什么会没有周边礼物呢 因为好不好 赶快抖内我们 赞助我们 我们没钱了 我们为了要搞这个 威尼斯双眼展 我们投资了好多的钱进去 所以我们没有钱了 赶紧赞助我们 抖内我们 我们还有小礼物可以送给大家 对的对的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直播呢 就到这边 然后如果你对元宇宙也感兴趣的话 或者是你对周光老师刚刚提到的 他这个Multiverse Reality 这个平台感兴趣的话 都可以到网络上去搜寻 都可以搜寻得到 那同时也不要忘记 关注我们这个Archidos 我们将来不定期的 在我们这个建筑cafe的直播里面 去探讨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这个周光老师 好 谢谢绿铭 谢谢一博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直播就到这边 大家这个拜拜 拜拜 拜拜